政府修法要严惩酒驾者 包括乘客也要进行连坐处分 但还是有人视法纪为无误 这是嘉义的一名男子 大年初一凌晨就酒后开车肇事 还找坐在副驾驶座的朋友来顶替 以为没人发现 但还是被戳破 不只是酒驾驾驶被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他的朋友也被拖累 吃上了味噪文书官司 黑色轿车保险杆整个掉下来 另一桶银色轿车 侧面车身凹陷 大年初一凌晨两点多 两辆轿车在嘉义县新港 加157县与159县十字路口发生车祸 警方抵达现场对双方驾驶做笔录 却发现银色轿车驾驶 对事故发生交代不期 一查发现车祸发生后 驾驶跟副驾驶两人互换座位 看到对方驾驶要下车的时候 政府立法重乘酒驾者 连乘客也要连坐处分 但还是有人不当一回事 银色车驾驶酒后开车肇事 竟找副驾驶座的有人顶替 害朋友吃上伪造文书的官司 自己也难逃罚网 以公共危险罪送办 记者张俊荣 嘉义报道 主要是好 ח擦养 我 进去 咱们 我 宽